回答这些问题的弟兄们就是很劫力很多 麦克风上多是喊 当然是非常用心的东西 我想是这样 这个比喻 若是你真的从全本圣经过 每一个细节去考虑 你会知道这个比喻其实非常难解 你很难把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血 去跟圣经里面一个真实真理上的细节去对照 比方说 当然我讲的话 我也是要很严谨很谨慎 以为我在推翻整理 刚才我举了一句 第一个 你认为将来你的赏赐会比保罗大 或是真的跟保罗一样吗 你看 我刚讲 你懂吗 那不要保罗 保罗都太伟大了 那就近一点吧 就是一座圣经 也不要这么消极嘛 说不定你就变成下一个时代性的属灵伟人 不要这么消极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这么比你我 你弟兄 你认为所有的圣族 只要是得胜者 将来赏识都一样吗 明显不是圣经主主 圣经讲得很清楚啊 有五座神 有十座神 对不对啊 那有五千两的赏识 两千两有两千两的赏识 各的赏识是一千两 对不对 当然这五千两千什么几千也不用去 所以这个比喻 它其实最终只重在告诉你一件事 叫你得胜 但是呢 如果要把这个所谓的一个银币 罗马银币 一定要解释 什么都是一样 可能会有点问题 可能会有点问题 第二就是说 所谓的先后 照我 我等一下就会读给弟兄姐妹看 照我的读 我觉得也不大是你观念你的时间的先后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 好 这个 秦赵 是最终一批进来的 最终一批也不会只有他嘛 最终一批也不会只有他嘛 最终一批进葡萄园 你想 你想 那是成千上百啊 这可能上万啊 比全世界的基督徒 那总共有五批 总共有五批 就是清晨嘛 九点中午下午三点 访问 总共五批啊 每一批你认为只有五 只有一个人吗 那我们这个圣经都可以合起来 不要说 因为我们绝不会有可能 至少在今天这时代 大家 再做那次就成了房子 我都不敢想嘛 那我们就出去吃喝碗那算了 又何必请 在这里旺下 你也不用阿门这么大声 我们都没吃完 你也吃东方就用一个人在这里 他绝对就好 对不对 很阿门不阿 所以这个连时间点我想也不是我们的观念 就是真的一批一批一批这个 那发到几万几千几百亿年了 还发不完吗 发奖了 登登登登登 好最后就是 对不对 陈景兆 那从最大的奖开始 或者照我们圣经观点最小的奖开始 陈景兆不好意思 他应该不是最小的奖 那就我了 最小的奖 从最后最小的奖 从最后最小的开始 对不对 然后一路发 那要发到勇士都发不完 对不对 这次你们发 就我一讲发都不完 你到底怎么发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比喻 其实它只是印象很强烈的着重一件事 就是感谢主持恩典 对 故事商业利益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追一下 到底这个比喻里面是怎么解释 因为明明主说 在后的要在前 在前的要在后 对不对 好我们就要把 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比喻里面 很重要的讲到 这个几个时间定 拿出来来比喻一下 好第一个 你注意一下 这里第二节说到一天 有没有看法 第二节啊不是说到 和工人讲定 一天 你看这里有一个时间点 一个问题 叫一天 有没有听见 有 有 不然我就不知道 你找到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第六节 整天 有没有 他就这样 你们怎么整天在这个闲战 这个讲这个整天是经过什么 是经过这个好几个时代 对不对 清楚吗 这个整天 就是早上啊 然后九点啊 然后中午啊 下午三点 然后五点 就是说 整天这个字就出来了 这又是一个时间点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十二节 这个 刚好他就直接说 我们这些整天 老苦受热的一样 又一个时间点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里说到这个时间点 就这天来说 有三次 第一次的说法叫做一天 第二第三次的说法叫做整天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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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读经是很有意思 而且读经是很有讲究的 好 那这个一天啊 还有整天 我现在请你注意听 今天这个事不能兴奋 非常热 二节六节十二节 我也不能乱讲 因为我要照着 我怕什么 等下讲的话 丢到哪里去了 我就照着我这边 我在讲这个笔记来 所以二十章 二节六节十二节 一天和整天 那天 你注意我听啊 一天是两个字 一个是一 还有一个天 就是在原文 整天也是两个字 一个是整 一个是天 清楚了吗 但是一天也罢 整天也罢 这个天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就是天 清楚了吗 一 天 整 天 这个天都是同一个字 但是天前面的一和整 不是同一个字 前面的一就是一 整就是整 它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你都搞得很紧张啊 对 连阿门都不敢 对 不那么紧张 好吧 那我现在啊 就要你先做这个 这个天 这个天 一天的天也罢 整天的天也罢 这个天的 这个整个的比喻 你把这个东西解出来 就容易理解 这里这个天 在原文意思 非常大 非常大 清楚了吗 因为它被用在比喻 所以它的意思涵盖非常大 所以这个天的意思啊 第一个 它是指着白昼 还有日子 用英文来讲就是 对 白昼或是日子 那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指着自然的一天 阿门 从日出到日落之间的时刻 那也叫白昼 对不对 那用在这个比喻 是叫你进步道员工作 所以它可以被引申为 一个工作天 比方说我们现在要盖一个会所 我们跟厂商谈判 对不对 我们就要问 你需要几个工作天 让大家领会嘛 它就专指工作天 诶 可不可以领会啊 一面是指着白昼日子 指着工作天 另一面啊 它达到一个地步 又可以指着年 年代 时代 世代 它那么大 听不清楚啊 达到这个地步 这都是这里这个天啊 它说可以指的意思 所以它用这个比喻来讲 它就可以被引申为要 整个神经轮的时代 包含这么多阶段 就是有早上 有九点 有中午 有下午三点 有傍晚 还问 你不能在这里解释说 这里是指着你人生中的 今天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你懂啊 这里很明显 是指着整个神工作时代 所以你用诸杰诺说嘛 这是赵贵的初期 这是赵贵的第二期 这是赵贵的第几期 第几期 就是指着神整个新约时代的过程 可以了吧 你看这个天啊 它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意思 那因为是这么大的意思 所以这个天这个字 就适用于在这个比喻里来被用 因为这个比喻里 一面它是对工人来说 一面是对主 家主来说 工人是被招来做工的工人 就是我们 家主那是呼召工人来做工的家主 天这个字 就着啊 这个 这个 我刚刚说的白昼 就是一个工作天 它是专门对着工人说的 工人要来做工 他关心的就是工作天 对不对 那旧的时代 在整个神经约时代 那是针对家主来说的 是 那我回头再来解释一个 一和整 对不对 这个一 一天嘛 一天 一啊在这里 它是指着一个单位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奖牌 这里有一把麦克风 它是明确指着一个单位 这里的整呢 完全是另一个意思 是指着完满完整 非常的充足 完满完整非常多 它不专指某一个单位 它是形容完满完整充足 清楚吗 所以这个天 如果前面加上一个一 那就是指着很明确的 一天的一个单位 如果这个天前面加上整 它就啊 不是指着一个所谓的一个明确单位 它是指着完整的一个时段 清楚吗 所以我刚刚讲说 就是这样